嗨大家好,這是肥波 今天要有各位帶來的是 一日三餐都吃日本料理台北篇 分別是大腕燒肉專門店 俄本松酸酸屋 以及魚君海鮮丼飯專門店 好的各位,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好的各位觀眾朋友 首先第一站我們就來挑釁一下 連續四年都獲得米其林異性認證的和牛燒肉 他就是為在大直這邊的大腕燒肉專門店 我個人也是第一次吃 那是非常的期待 那我選的就是他們家的經典套餐 一個人是3670味 究竟有什麼好料就交給師傅來秀 那我們首先就從第一款肉品 蔥顏牛舌騎手 走一個比較深的狀態 然後搭配上表面的蔥顏 薄切牛舌吃的就是一個很幸福的軟Q腳感 隨著你咀嚼牛舌的肉汁 就會跟鹽蔥的鹹香交融在一起 同時在嫩Q感之中 出一點鮮脆度 再來下一個呢是椒鹽松板豬 我們就搭配上一片泡菜 表面油油亮亮的相當精美啊 韓式泡菜的那種酸甜香氣 更能夠去帶出它 松板豬的那種肉汁風味 同時呢保有表脆 內Q的腳感 雖然說肉汁感不會像牛舌那麼的強烈 但是脆Q度呢絕對又是更強的 再來這個是沒有在套餐裡面 師傅招待的 像是生菜包肉的吃法一樣 雖然說榨盤看不出來 但是你入口就可以感受到 一股非常濃郁的松霧香氣 同時尾韻呢又帶上一點 類似菸菜的酸甜 搭配上生牛肉 很優秀的軟麵腳感 以生菜的清爽鮮脆 當作載體 再來這一片呢是A5和牛板線 中心呢還有包入一點洋蔥 然後師傅是建議說 不要沾任何的沾醬或者是檸檬 感受它最純的 油香就對了 用口感的話 它就是目前三種裡面最接近化口的 同時你吃得出來 它表面的洋蔥又帶一點 淡淡的麻油香氣 去中和一下濃郁的和牛油脂感 再來呢進入今天的重點環節 那就是後切路線的A5和牛一板 而且這裡的節奏其實蠻快的 突然就到了重點環節 表面烤的那是相當油亮焦脆 但是中心呢還是保有非常精美的粉嫩色澤 我記得我今天有請問過和牛 事實上是吸滿油香的海綿 咬下去在棉之外 還會噴汁的 同時呢可以在表面 感受到炙烤出來的脆度 你嚼到後段真的是可以感受到 油脂包覆舌頭的感覺 再來搭配上和牛好夥伴 鹽昆布 反正它的鹽昆布呢又帶了一點 酒量味噌感 搭配上和牛濃味的油香 下飯感又是更加升級 最後一片呢就搭配上三葵收尾 三葵就是可以最有效的 去放上它的肉質香氣 讓你的鼻腔更加通透 和牛休息一下 來點蔬菜調整一波 這個呢就是大家熟悉的烤玉米 不然我的素可以拍不拍得出來 剛咬下去那絕對是充分噴汁 在水果玉米的清甜之外 包覆上了鹹香為主的烤肉醬風味 算是一個很不錯的中場休息菜色啦 再來這個是介於橫格摩跟菲利之間 和牛的後搖部分 然後呢是有醬燒的路線 這一款的下飯感覺得是目前看起來最強的 相比它一般的軟綿多汁 這一款的話比較偏向軟Q多汁路線 可椒呢又會噴汁 同時呢又在表面 增添了一點薄脆度 而且因為它有醬燒醃漬過了嘛 所以就會在很多的油香風味之外 塗上點微甜的醬香層次 再來下一個呢就是相當巨大的北海道干貝 是生死滴的所以說不會說抓得太熟 很少吃干貝整口下去會有點滿的 隨著你咀嚼濃厚的鮮味 就會跟表面的碳香交融在一起 而且是有表脆內水潤的口感組合喔 再來這一款完全是我的菜 和牛握手指結合Shabu Shabu的元素 而且是炭烤再去包裹上蛋液 糟糕太大片我夾不起來 我沒有用推的 每次吃河牛我其實都很不喜歡用入口即化來形容 但是剛才那一片那絕對是極度貼切 沒有什麼太多的絞肉感 雖然就是在極度軟綿的質地上 包裹上呢帶著滋潤感 同時因為它是純蛋黃 所以雞蛋香是很濃郁的 最後呢就以飯後甜點焦糖布丁收尾 就是一個相當綿密的焦糖奶酪啦 不用走太浮誇 就是走一個經典食用好吃路線 好了各位總結也呢大碗燒肉專門店 我個人的米奇露一星和牛燒肉初體驗 我不是說它整體的氛圍是我很喜歡的 就是一個很放鬆的燒肉居酒屋的感覺 而且我們今天吃了很多肉品 它其實不用說額外去沾醬 每一道肉呢都有他們自己設計好的醬香 或者是吃原味 我覺得真的是蠻值得體驗一下的 而且其實蠻好定 平日基本上都還會有位置 啊不過單吃和牛燒肉屬實不太親民 這個時候如果內有一張國泰式華Cube卡 就可以幫你小省一波 3月1號到4月30 全新推出日本賞快傘全宜 台灣指定的日新餐飲 包括今天介紹的所有餐廳 使用國泰式華Cube卡刷卡消費 即可享有10%小數點回饋 除了美食之外 日系的服飾品牌 像是UNIQLO GU的網路商城等等 也有5%的回饋 另外呢就連指定的日系飯店 百貨Outlet 還有台灣唐吉科德 都享有最高5%的回饋 而且呢如果你是3、4月也要去日本的 那真的是一定要帶上Cube卡 日本的實體消費 更享有3.5%的超讚回饋 日本當地店家 還有專屬卡油的加碼優惠活動 3月1號擠在國泰式華的CubeApp 就可以使用日本商的權益方案 也能夠清楚的看到各種回饋商家 國泰式華的官網 還有更多日系商家的專屬優惠活動資訊 詳細資訊呢我都會放在影片下方的數目欄 好 各位觀眾朋友 接著下一站我們就來試一下會在金融大安站附近 非常行的精品火鍋專門店 它就是二本松涮涮屋 我個人平常還真的沒有吃過這種相對精緻高級的火鍋 趁著這次國泰式華Cube卡 日本商的優惠活動來這邊初體驗一下 那我點的就是他們家的日式頂級售喜燒套餐 一個人是2280加一層 所以如果你是刷Cube卡就會回饋10%小速點 限則200多塊那是真低划算 那我們首先就從開胃前菜 松露海膽 山藥泥起手 攪拌起來那是相當的滋潤 可以看到滿滿的龜軟搭配上一抹松露醬 龜軟伴隨著山藥同時入口 那真的就是極度對比的口感 同時你可以感受到一點松露醬香跟海膽的鮮味 咬爆龜軟又補上點天然的鹹香 不過我覺得最迷人的還是它山藥 相當冰涼且滑爐的質地 喝入口中的經驗感是非常高的 前菜吃完我們就進入肉片環節 原本是日本F1的牛肉 但是老闆把我升級成A5等級的樂眼 油花那真的是相當精美 那這邊也是專人幫你服務 做法一樣也是先用和牛的油脂潤一下鍋底 然後再加入三溫糖 再來就把我們的肉片下鍋 最後搭配上瘦與燒的醬底 根據你喜歡的熟度就會起鍋 像我這個應該算是接近三分 非常精美的粉嫩色澤 然後再淨入一下蛋液 感受一下 一口下去我必須說 比我們之前去前草盆那個一萬多日幣的還要爽 豬窩大片油花又夠豐富 咀嚼起來的口感就會很迷人 而且不是純粹的入口化 反而是可以讓你嚼一下 充分的包裹上它的蛋液 就會在軟滑綿密中增添一點滋潤度 隨著來就是一股香甜的醬香跟雞蛋的風味 滿足感到真的是超高 那當然也是有菜盤的 你在吃肉片的時候 師傅就會幫你處理好 來一口吸收滿湯汁的白菜 不會說煮過頭還是包有點鮮脆感 隨著你咀嚼白菜的清甜味 就會跟瘦瘦濃郁的香甜感交融在一起 再來我們繼續進攻肉片 這個我請師傅抓得再更深一點 然後第二口他們就推薦說 可以搭配上一點大蔥一起來享用 三分熟的版本入口你嚼起來的軟滑感 又會再更強烈 同時又補上了 焦除在其中大蔥的鮮脆 以及相當濃郁的蔥甜味 結合在一起那真的就是超強米飯殺手 吃精緻菇還會招待你美酒喝 讓你可以潤潤口 綜合一下喝有濃郁的油香 再來兩片五分熟的版本 就我這樣三五分交錯下來吃 我覺得五分熟會更剛好 一片接一片 它真的就是個真滴幸福 而且它的肉量還蠻多的 差不多有七八片左右 油香濃量又足 那是真滴有量 再來這一碗呢 是他們壽椅燒套餐都會附的蛋飯 而且是現場用你剛才煮和牛的鍋底來煮 雞蛋與牛油交融 聞起來那是非常的香啊 滑蛋表面的口感覺得是抓得相當專業 比較熟的地方帶點Q 半熟的地方走一個滑順感 而且米飯又足夠的顆粒Q彈 搭配上濕潤的滑蛋那是相當剛好 最後就以飯後甜點紅豆沙鍋餅收尾 然後呢老闆還招待了非常精美的菊花豆腐 以及一大翁的抹茶喔 今天這個天氣來上一碗算是相當適合 入口可以感受到一股非常順的乾醇茶香 同時呢微暈帶點微苦 很適合在我們開一支紅豆沙鍋餅之間來上一口 中心的紅豆腺它完全是慢出來的狀態 然後表面呢還有滿滿的白芝麻 你可以感受到表面芝麻顆粒的酥 以及它餅皮整體有厚度的酥脆感 同時在紅豆的香甜之外 也還是可以感受到很明顯 它表面芝麻烤過的香氣喔 最後呢就以刀工相當精美的菊花豆腐收尾 攪拌的時候感覺很像是有生命力一樣 哇湯底有點像是帶點花香的黑糖水 跟豆腐最簡單的豆香結合在一起 那絕對是經典不敗 而且它切成一絲一絲的 絕對不是單純好看 你是可以感受到那種 千絲的綿密感喔 好的各位總結言呢 俄本松涮涮污 充分可以說是本頻道至今拍過 最頂的火鍋這個毫無疑問 論食材論福我覺得那都是充分到位 想要感受一下A5河牛農泉油香的話 它覺得是可以滿足你 好的 那我們現在就前往下站 好的各位觀眾朋友 最後一站我們就來試一下 會在國附近的海味居酒屋 它就是魚君 主打的就是各種高原質海鮮丼 像是我練的這碗 海鮮結合五分熟的一板牛 然後呢他們家的炸牛排三名字也是很夯 最後呢就是它的繁栗貝漢堡 整粒繁栗貝夾著海鮮 看起來但是相當誘人喔 跟著一下它除了夾海鮮之外 專心呢還有在包入蟹膏 集合在一起呢就是三重鮮味交融 有乾杯的鮮甜 濃醇的蟹膏以及海鮮 更濃醇的鮮味 透過海鮮的繁栗貝當作麵包 夾在一起入口的爽度 那絕對是頂天的 有Q度有綿密感 同時呢又不像它醬油刷醬的 鹹香微甜喔 再來呢就是吃一下我們的 烏尼古丼 以往是有拍過那種海膽搭配上製造的肉片 但是走這種後切的一板牛排路線的 看起來就是格外的誘人喔 那我們就先來一口海膽配牛排 海膽跟一板牛結合在一起 那真的就是極度對比的口感 一個是徹底的綿密畫口 一個是表翠帶點嫩度的腳感 雖然說純潤肉香 你不要說它有特別的強烈 甚至海膽的那種鮮香呢 會再更強一點 搭配上一小抹三葵來試一下 三葵搭配上牛排那是絕對雙 帶點腔味 可以把它把肉汁的香氣 盡可能的放大一點 再來一片一板牛充分的 進入一下我們的蛋液 跟海膽和在一起 還真的是會有點熱度出來 哪個是哪個 搭配上生蛋黃呢 就會再補上非常突出的滋潤感 包覆 咬脆黏黏的一板牛肉 當然呢還有一股相當濃醇的雞蛋香氣 再來一個一匙牛排海膽配飯 建議各位吃之前 可以先把它的蛋黃攪拌攪拌 包覆上牛肉之後 就會讓整體的口感層次變得更加豐富 有滑有脆 又有嫩度 不過呢要用厚度 絕對還是旁邊的雜油和三明治 再更浮誇一點 用的呢好像是澳洲菲利 而且它的吐司表面光一拿的 就會有一種酥脆感 你看我咬下去 完全沒有濕扯 你就可以知道它的嫩度是多好 基本上就是直上直下 像是一塊西白肉汁的海綿一樣 隨時你舉舉就會補上它吐司表面 帶點酸香的刷醬 跟它的肉質感結合在一起 我覺得這比我很久以前拍過一個破千的 和牛三明治好吃多了 不會說以油香為主 真的就是夠厚 且嫩 而且是雙層脆度 它麵衣的酥 跟吐司表層的酥 後後一塊咬下去的滿足感 真的是超高 好了各位 總結言呢 魚君開了這麼久 我竟然第一次吃 平均佔力那是相當之高 尤其是他們家的炸牛排三明治 好的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一日三餐 都吃日本料理台北篇 從米其林一星燒肉起手 再去吃了服務與食材 都頂天的俄本松蒜蒜屋 最後以海維居酒屋 魚君收尾 想要吃的話可以趁著這一次 國泰式華Cubecar 推出的期間限定日本賞權益方案 10%小數點回饋起來 詳細的增加資訊 我都會放在影片下方的說明欄 感謝各位的收看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 我們下期見 一點點 好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 這次下期見 沒機會